得殊時刻 集敗敲定會面時間 沙利文先行一步 顏寬行宣布出席終於補選 專家解讀背後信息 彭帥事件沒有下文 黃丹華沒有那麼簡單 擁有1900萬粉絲 農村網紅被踢爆 全是演員 台教育部長宣布大清查 與中共黨政軍合作就觸發 轉發許智峰貼文 三港人被廉署拘捕 史維茨港科大校長 學者或內地人出任或成趨勢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10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彭博社11月10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習近平與拜登定於下星期舉行視頻會談 具體時間尚未最後確定 如果證實 這是拜登擔任美國總統以來 與習近平的首次會面 時間點的選擇對習近平相當有利 拜登自年初就任美國總統 恰好碰上中共籌備二十大關鍵時段 習近平連續七百多天沒有出國 自然也未能與拜登面對面會談 兩人刻金只是通過兩次電話 其中在最近一次 也就是9月10日的通話中 英國《金融時報》透露 拜登建議舉行面對面會晤 但被習近平拒絕 一位參與通話的消息人士 還向路透社證實 習近平向拜登暗示 要想會面就先改善兩個關係氛圍 這樣習近平同意下星期會晤 是否意味著中微關係 正在向北京希望的方向轉變呢? 就在11月7日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在接受CNN專訪時表示 現屆拜登政府無意重複改變 中國體制的錯誤想法 這意味著華盛頓對北京政策的重大轉變 不僅此前川普政府 正直接針對中共政權發起圍堵 甚至出身民主黨的 前美國總統克林頓 在推動中共加入世貿時 也曾表示 此舉意在促進中國民主化 雖目標落空 但至少當時的美國政府 明確指向中共體制 沙利文的華益都可以被視為 拜登政府對中共外長王毅 7月畫下的三條紅線的回應 其中第一條就是 美國不得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 另外還有 美國不得試圖阻撓中國的發展進程 與美國不得侵犯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如果拜登政府的 連這三條衝擊美國立國資本的紅線都吞下 未來不要說印太局勢 甚至國際局勢也可能受到影響 中共官媒《環球時報》 已經在11月8日喊話說 沙利文的言論暗示了美中關係的緩和基調 但只是說是不夠的 外界因此特別關注習近平與拜登 是否會在下星期會談上 作出某些具體的承諾 以及這次網聊後 美國政策是否轉向 即使不談會談內容 單講這次會面時間 就對習近平相當有利 將在這星期四結束的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預料 將通過第三份歷史決議 為習近平樹立關鍵地位 而在此後 習近平再與美國總統會晤 有助於進一步鞏固 他在中共黨內的權威 為二十大掃清障礙 目前外界在觀望的關鍵問題是 拜登能從這次會談中獲得什麼 台灣原基進黨立委陳柏惟被罷免後 台中市第二選區 定於明年1月9日舉行立委補選 遲遲沒有答應代國民黨出徵的顏歡行 終於11月9日晚宣布投入補選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當晚親自南下台中 以大陣像宣布徵召顏歡行 意在強調所謂的在地力量 除了朱立倫外 中有國民黨多個重磅成員 包括台中市長盧秀燕、立委江啟臣、 宇洋瓊英等出席記者會 民進黨已在3日徵召前立委林靜儀參加補選 台灣資深媒體人王偉漢當日在關鍵時刻中分析 雖然表面看來顏歡行猶豫再三 但其實從她選擇在11月9日宣布參選來看 她與國民黨早已商量好 只是一直沒有出聲 因為從11月9日到選舉日明年1月9日 正好是60日起跑 王偉漢還說 盧秀燕在整個罷免過程中都沒有延伸 但現在不僅她出席徵召記者會 從議長、副議長到主席、前主席、 所有國民黨在中二選區的議員 重要人物也延伸 顯然朱立倫對中二補選一仗 自在必得 接下來將是國民黨與民進基進之間的一場惡戰 對顏歡行來說 在地人身份以及顏家多年的經營是她的優勢 以自由時報9日引述政治評論員溫朗東指 雖然顏家在地有基本盤 但隨著選區外內人口增加及選民年輕化 顏家的在地勢力正在逐步瓦解 而顏歡行作為黑派少主 顏家最近被爆長期把持鎮瀾宮等負面新聞 顯示地方亦出現反彈潮 雲朗東表示 通過顏歡行宣布參選 顏家正在做最後一撥 這一撥如果輸的話 可能顏家整個勢力 就會從這一局開始 就會成為一個轉接點 接下來就會逐步瓦解 因為 他們從罷免開始已經打得很吃力了 之後這兩個星期來 顏家負面新聞欠債等問題曝光 他們的形象比之前更差 好講道義的江湖大哥的形象已經蕩然無存 台灣媒體人周玉球 此前指顏家家長 顏清彪是神棍綁架媽祖 9日又在臉書附上發帕資料指 顏清彪欠銀行1億8千萬元拒絕上環 顏家位於沙陸的四層樓因此被申請發帕 但顏家卻沾住房屋做服務處不肯搬離 對此顏寬行莫尿團隊表示不予回應 中國網球女將彭帥實名 舉報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張高麗一時 暫時沒有下文 問問人士黃丹最近在自由亞洲發文指 雖一些評論從B2運動的角度 詮釋這件事 但其實事件沒有那麼簡單 黃丹寫道 有些人認為習近平沒有必要拿張高麗 這樣一個過氣的人開刀 但其實中共內鬥 擅長殺雞警候的一套手法 讓作為江派大將的張高麗 身敗名列 就是被整個江系 及他們的掌門人江澤民和曾慶紅 難堪與警告 黃丹接著解釋 為什麼彭帥的鐵文不到20分鐘 就被全網刪除 以中共網絡監控的強度而言 好像張高麗這樣級別高官的名字 屬於高度敏感 一般根本不可能在微博上發出來 但彭帥不僅發了出來 而且還保存了20分鐘 這個時間長度 其實已經足夠令張高麗的醜聞 在國內罵得沸沸揚揚揚了 既然目的已經達到 當局當然沒有必要 讓彭帥的文章繼續留在網絡上 這些類似宮廷內鬥的細膩和深層的容心 當然不是用簡單的思維可以解釋的 黃丹還提到 張高麗作為前常委 關乎中共高層的整體形象 中共理應通過胡錫進之類的外圍發言人 作出一定澄清 但奇怪的是 至今中共完全自知不理 這個才是最內人沉迷之處 難道張高麗被拋棄了? 中共的宣傳機構不出來為張高麗闢謠 就足以讓我們作出這樣的判斷 彭帥事件沒有那麼簡單 抖音上一個夫妻帳號 牛愛芳的小春花 靠販賣農村生活走紅 擁有1,900萬粉絲 卻在近日被發現 農村生活全是假的 身邊的農民是演員客串 據網易報導 在視頻中 牛愛芳和妻子小春花生活在農村 全家穿著邋遢 天天在牛棚前 吃稀奇古怪的飯菜 但原來這一切都是設定好的劇情 有網友翻出牛愛芳夫妻過去的影片 他們住的是好屋 還享用各種美食 和現在的農村生活完全不一樣 一段在家中錄製的視頻中 小春花身後有高檔梳化 完全不像他們說的 無屋住還要住在山上 另有網友發現 在2018年時 牛愛芳夫妻就經營了兩個帳號 分別記錄生活和美食 現在視頻中 牛愛芳的肥爺爺 以及村內賣牛的老翁 都曾在以前的視頻中出現過 也就是說 他們其實都是演員 這個令很多粉絲傻眼 並怒疑取消關注 11月9日 台灣教育部長潘文忠 就中共官方組織 清華海峽研究院 在國立清華大學成立 新竹辦公室一時回應稱 將會驗辦 並將對各校進行全面盤點 潘文忠當日在立法院回應 民進黨立委羅志正的質詢時表示 已自行知會名校 將全面盤點 只要與中共黨政軍相關單位合作 就是抵觸法律 他強調校方常以學術交流做解釋 但這不是一般學術交流 潘文忠還補充說 本案之所以會被遺漏 是根本沒有情報 台灣清華大學校友會 與中共廈門市政府 北京清華大學共設 清華海峽研究院 而且在未經官方許可下 在新竹清大校內設立新竹辦公室 根據台灣教育部新聞稿 大陸委員會認定 新竹辦公室的設立 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將裁定罰新台幣50萬元以下 並要求即刻撤離 兩男一女三名港人 在11月9日 因涉嫌在臉書轉載 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的 《魚水計劃》 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 據《名報》廉政公署稱 這三人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中 在選舉期間內 借公開活動線或另一人 不投票或投無效票 這是香港首次有人因違改條例被捕 雖然目前三人已獲准保釋 但廉署稱調查仍在進行 不排除再有進一步執法行動 至於是否檢控 須待廉署完成調查 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後再做決定 許智峯在被港府 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通緝後 在3月流亡澳洲 最近他在臉書提出《魚水計劃》 建議港人以投白票的方式 杯葛立法會選舉 以反制不義的選舉制度 在三人被捕後 許智峯對明報回應指 政權無理濫捕 做法可似 許智峯說《魚水計劃》提到 如果政權開始搜捕市民 公眾應該停止公開轉載該貼文 以保障自身安全 接下來直至選舉結束 計劃應該私下進行 香港科技大學11月9日宣布 校長史維已經向校董會正式請辭 在明年10月離任 有學者估計 未來香港大學校長或由內地學者出任 史維原定5年任期 本應該到2023年屆滿 現在要提早1年離任 史維當日向全校師生發感謝信 但並未透露提早離任的原因 他亦通過科大對外界回應說 目前還有很多重要工作 暫時沒有考慮下一步去向 科大表示 即將就下一任校長 啟動全球照片 史維出生在台灣 辭美國國籍 至2018年擔任科大校長 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初 史維在八大校長中 首先發公開信呼籲各方理性對話 緩和社會緊張氣氛 721元朗事件後 他又發信敦促港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同年11月 史維帶領師生、衛科大學生周子樂自哀 並發信要求獨立調查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港師 蔡子強對《香港明報》表示 國安法實施後 大學需推動國安教育 校長需要處理政治敏感議題 而且目前兩岸關係緊張之際 有台灣背景的校長壓力或更大 蔡子強分析 日後香港大學校長 由內地據國外經驗的海歸派學者出任 可能將成為趨勢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您的收看 下次再會